今天是9月28日教师节 先向所有老师们说声谢谢 辛苦了 那么相信在您的求学路上 一定也有几位让您印象深刻 特别感念的老师 这个单元我们就要带您认识两位 今年获得师夺奖的教师 其中一位呢是台中文华高中 武道班老师吴小金 而另一位是苗栗农工退休校长 谢世宗 对学生来说 他们不只是老师 更是拉他们一把的贵人 是影响一辈子的心灵捕手 带您看他们跟学生之间 令人动容的故事 我从他的一个表情当中 我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心事 我就会问他说 你还好吗 需不需要聊一聊 那你看到孩子眼眶红了 你大概就知道他一定有什么事 随着音乐偏然起舞 舞者举手投足间优雅又唯美 这是台中文华高中舞蹈班为表演进行的彩排 一旁的指导老师吴小金 紧盯每个细节 人不忘笑着点头 给学生最大支持 就算他们要上场之前 他一回头 你那个眼神这样子点头 或者你跟他们这样子 那孩子他的心里的那个能量会 会比起来会觉得说 好 老师在后面支持我们 我可以 吴小金从小学芭蕾 受到父亲教书的影响 当老师成了他的职业 他在文华高中舞蹈班服务近三十年 是学生口中的小金妈咪 我觉得老师对学生来讲的话 就是当孩子那渴望的眼神 看着你的时候 你必须要马上去读得到 他需要你帮忙什么 我就会问他说 你还好吗 需不需要聊一聊 那你看到孩子眼眶红了 你大概就知道他一定有什么事 满脸笑容主动和学生打招呼 这个校长很不一样 所以你看不出我六十五岁了 十五岁到十八岁孩子 是他们一生当中最有活力的一个年龄层 那我们当一个教育工作者 就是把他们的那个热情给引发出来 那还有第二个模式是 时间做两次 六十五岁的谢世宗 从事教职四十一年 只待过两间学校 从台南新营高工到苗栗農工 从老师到校长 他对弱势学生格外照顾 源自于自身的成长背景 本身是来自于经济弱势的一个家庭 爸爸是木匠 那收入是有季节性的 可是过年后就是要注册 所以我妈妈必须去跟年纪跟亲戚借钱 那每次妈妈过年后走出去家门的那个背 让我印象很深 中午时分各班同学抬走午餐 没多久志工开始分装多出的食物 把包后放进冰箱 学校联络是学生的晚餐一并照顾 我们也要护理到这些孩子的一个 不被标签化 所以我们会透过我们健康中心的护理师 然后请他们先一流一些 除了爱心习服餐 集中二手制服和二手书籍 让学生省下开支 这都是解释中的点子 因为自己苦过 深刻理解困境中的孩子 有多么不容易 平均你们书钱要多少 书钱要 三四千 对 那对于有些家庭来讲 三四千块很可能是这个孩子 一个月的五十位 我在整个教学历程当中 我有十九年的时间是担任导师 所以是第一线跟孩子来接触 学生进到教室了 我从他的一个表情当中 我就可以知道 他有没有心事在自己心里 然后我三点 我三点还是要希望你们可以上芭蕾课 好好的上一下 你的咖 我跟你讲 你就是没有剪指甲 老师要教的何止是跳舞 文华高中舞蹈班 高一到高三 统统住宿 师生朝夕相处 真的如同一家人 来 然后就要打透 他就往我钙 那捏 他加一场坐下 盖不掉 盖不掉吗 你嘴巴这样 要这样 对 要这样子我才能够 对 对啊 对 好 好 会痛吗 不会 好 OK 你看他们就会贴成这样 对啊 老师就像妈妈 偶尔突袭检查置物柜 整齐清洁是基本要求 就像每位舞者对自己的身材一看 妆法一容 丝毫不能松懈 然后包包贴片 这个都要贴片 否则他们在舞台上 我们如果有侧灯打 打上去的时候 他们这边会有虚虚的那个线 郁涵这个也是哦 毛毛头这个再处理一下 好 好 太多了 太多了 老师 太多了 他们就不喜欢那么多 可是就是都会这样麻毛头 在舞台上一站的时候 那个灯光有没有 就会看到那个 8月底 吴晓晶带领学生 飞到日本名鼓屋 5天内12场的表演 忙得不可开交 多年来 他坚持运用国内外各种比赛和演出 为学生寻找舞台 那今年的8月也到日本的 名鼓屋的真宗区去演出 那这个演出的过程里面 其实对学生来讲 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因为任何一个艺术的表演者 你终究都是要在舞台上面 去展现你自己的自信 我觉得学艺术 学舞蹈 或学体育 这些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点食徒子 所以那个感觉 可能跟一般的学科的 私生情会不太一样 我在这儿 就说怎么怎么 天哪 好有feel 好有feel 你看 这看起来真的很凶 我的天哪 这个看起来比较温柔 班看毕业舞策 唯一全有上心头 20多年前 乌小金到文华高中任教 钟佩琴是舞蹈班学生 老师亲密的叫他妞妞 20多年过去妞妞当了老师 回到母校指导学妹 5 5 7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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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妞老师上课 教室外一双眼睛 满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骄傲 二十多年失身情从未中断 但要受访 两人却意外发现 合照少得可怜 我觉得我跟老师的感觉太 就是已经很像家人这样 所以很难我们 对 是家人 对啊 真的 所以我们不太会这样特别出去 然后特别跟摄影师说 帮我们两个拍一张 就又觉得好像哪里乖乖的 Kibby你好好可爱点让我看一下 对啊 对 要瘦一点喔 我最近 两人深厚的感情 源自于二十五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 那年妞妞高三 学校因地震停课 家住扑里的她回不去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 孤零零的躲在宿舍里哭 所以我就会跟妞妞说 来住我家吧 没问题的 你要住多久都可以 好在这个时候有这个老师 就是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会觉得那种温暖的感觉 不是说好温暖 不是只有这样 就是你当下会觉得 你快要溺水了 然后真的有人这样拉你一把 孤零零的 就是她需要我 然后所以我会就是我会想要把她带在身边 就老师就是不是只是那个引领方向的那一个灯塔而已 它是灯塔明灯之外 它是会不是在远方 它是会一直站在我们身边 陪着你走我的那一个 老师是贵人 是人生的心灵捕手 聆听到需求 借助脆弱给予扶持 高同苗栗农工毕业的张玉杰 这一年来历经父亲中风成植物人 之后奏事 他的高三生活瞬间跌入谷底 最无助其实是我爸走的那时候 因为他已经在统策前两周了 然后我爸在我到医院两个小时后就走了 然后统策我也就没有心情去考 那时候因为已经成年了 所以我几乎都在跟酒精作伴 那以技职学生来讲 从技艺信念如果有得名 就上国立大学的机会就会比较多 然后他本身又是技艺选手 所以我就从这一方面来切入 先了解他的心情状况 然后问他需不需要什么协助 出身技职的谢世宗 很清楚技职生能如何翻转 他协助张玉杰处理父亲后事 鼓励他不要放弃技艺选手培训和统策 高三的关键时刻尽管遇上狂风暴雨 师长一路陪伴 让学生不会是孤军奋战 在逆境中成长的孩子他比较早熟 也比较有那种毅力的 所以统策考完之后成绩公布出来 是整个花工前最高的 真的很不容易 不只校长连班导跟当时的科主任也有鼓励 因为那时候几乎就走不出去 虽然现在也还没走出去 受访时距离父亲奏事才短短五个月 张玉杰眼神中的哀戚让人很不忍 但他挺过考验顺利考上第一志愿台科大 成了大学新鲜人 而春风化雨四十一年的谢世忠 七月底退休了 他除了毕业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有送礼物 然后七月三十一是我在苗栗龙宫最后一天 然后他特地从家里 然后来到他们化工科等我 我就觉得哇 非常窩心 老师也是人 偶尔会迷惘怀疑自己做得不够好 老师也需要被鼓励 一个问候 一张卡片 蕴藏满满的正能量 那他就为自己手做一个便当 然后拿到教室给我吃 然后那个感觉就是到现在就是想起来 还是会 嗯 你就觉得值得了 就是在你可能觉得 呃 比较 比较低潮的时候 然后你的学生 你的家长 都会有人默默关心你 因为老师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教学上 我也都很希望可以 像他一样就是都可以当 学生的定心丸 然后 嗯 当了老师更能体会失者的不容易 投身信坛不是为了学生功成名就 而是期盼抓住每个彷徨的灵魂 给予指引和力量 也许我们记者的学生 我们是给他一张梯子 让他站上舞台 去钻研他的领域 让他同样的 他会站上舞台 受到肯定 当老师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看到学生 找到自己 而这份师生间的关爱 无关距离远近 时间长短 终身保固 你们如果需要我 只要你愿意回来 我都在 就这样